请收看 唯心法语 如是我闻 委员禅师曾经开示 我们都是天上世界的如来 转世投胎 在不同的身体 不同的国度 不同的环境 受不同的教育 过不同的生活 但是我们的心 都是如来一心 我们要当下成佛 必须要有修行的智慧 所以要学易经 易经就是对待的法则 是最上圣的调和真理 学习易经 了解易经之后 你就能了知一切万法 虽然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殿 应作如是观 但是万法是我们的导师 经由行 而入我们的知 知了以后又要行 这一来一往 是违道 从行里面去找到我们的智慧 所以违心圣教的法门 是知行合一的法门 是游历相光的法门 王禅老祖给我们的真理 就是要知行合一 违心圣教也是追根溯源的法门 我们来到世间短短几十年 目的就是要追根溯源 当我们的身体坏了 自己没有办法去克服这个躯壳的时候 放下报身 回归大地 我们的灵性还是在等待着 要去寻找根源 找到自己的真灵在哪里 所以要修行再修行 才能找到自己永恒的生命 然而多数时候 我们的思想就像一只小萤火虫 在黑暗的地方到处飞 找不到安身立命的处所 所以我们要学习 白天把地球放在心中 晚上把太阳放在心中 那就是最大的灵性的光辉 我们要去领悟 超越贫富贵贱的束缚 超越王侯将相 泛夫走足的束缚 那个时候 你就可以找到自己里面的根源了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